您今天高瘦呀 哎呀 我俩高瘦啊 我是95了 我都不说95 我是90了 实际95 然后您说90是吗 哎呀 不能说那么大 我说那么大干嘛用啊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今天的主任宫呢 是我们在胡同中遇到的一位长寿老人 他耳不聋 眼花得也不厉害 最主要的呀 思路还很清晰 年轻时呢 从德州惊人介绍到了北京 如今啊 虽然没有退休金 但生活很幸福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来 咱一圈三连一起听听吧 我们能吃三倍饭 哦 您吃两倍饭 我吃两倍饭 我在东东的医院悄而易说 晚上别吃饭 哦 吃饭心脏就不好 哦 还有这样说 您今天高瘦呀 哎呀 我俩高瘦啊 我是九十五了 我都不说九十五 我说九十了 实际九十五 然后您说九十是吗 哎呀 不能说那么大 我说那么大干嘛用啊 我说 没用啊 是不是啊 那您的身体还真好啊 而且您的耳朵也不聋 耳朵不聋 眼睛还凑合点的 思路特清楚啊 您看您思路都清楚 有的时候眼睛也有点滑 哦 我上东东的医院的大夫给我说 我别忘了我这眼睛好一点 啊 一着急你眼睛肯定不好 哦 是不是啊 哦 那就老了 哦 混一天少一天 哎呦 您看您这多乐观啊 哈哈哈 对 那那个医院说 让那个岁数大了以后 那个晚上就过午不时 对 过午不时 哦 你吃多了下不去啊 哦 是不是啊 是 还挺好的 还挺好的 身体还不错 看得挺好 看挺好 我要玩实际是九十五了 我就是说九十 你说九十五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 我说好呢 你算算 还真是 是吧 真是 嗯 家里人照顾得好 我这先跟着 一大姑娘跟我在 二儿姑娘不在这儿 大姑娘在这儿 两儿那个 小孙子在这儿 大孙子不在 一乘家了 又不在这儿 哦 小孙子又不乘家 一直在我这儿住 哦 凑合会 挺好的 哦 那您有退休金吗 我没退休金 我没退休金呢 国家可能还给我 给我点钱 哦 就过了九十 过了八十就有钱 嗯 我都九十了 对啊 过九十还有啊 那您祖籍是哪儿的呀 祖籍是哪儿的呀 祖籍是哪儿的呀 祖籍是后的 合猪爬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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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猪爬鸡有名啊 有名有名 那您怎么从那儿来到北京的呀 来到北京 我们老头 我们老头二十岁来到北京了 我那个大表哥给我解释 对象是在北京 我就来到北京 哦 人家给您介绍对象 介绍到北京的 您就过来了 对 那您在这儿待的时间真长啊 四十多年 可不可以说十年了呗 现在九十多 得七十多年了 对 差不多 七十多年了 哎呀 真是 嗯 真不错 挺好的 合猪爬吧 平时这个还自己活动活动吗 我也能活动 我就是 真的不走了 要不就开车 我姑娘买一个小三头车 啊 几个看着就 位置奔一圈 转一圈 嘿 真棒啊 嗯 真好 看着您可真不像这么大岁数的 您看您那气色 这两毛一点都不像 对 反正我跟他们手法不是一样 是不是 对 您这 而且思路也特别清晰 什么能看见能听听得清嘛 对对 真好 嗯 谢谢您啊 祝福您 祝福您 祝福您健康长寿 谢谢 哎 谢谢您 谢谢啊 哎 再见 在北京胡同中 每遇见一位长寿老人 总愿意聊上几句 从中呢都会有所收获与取发 您觉得这位老人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